沙市市面是平靜的,但在多條通往市區的路口,仍然有大批武警在現場打手 大批武警手持長槍打手,不讓任何人走近 至於市面的其他地方,大部份商店依然繼續沒有開門做生意,擔心會受到破壞 但相對前一來說,市面的氣氛整體來說是平靜了 大批武警繼續在發生騷亂的附近一大路面把守 所有的車不准駛入,武警又向經過車檢查 在騷亂的時候被破壞焚燒的商鋪,以及被焚毀的車還被清理 蘇聯發生之後,市政府除了呼籲民眾要注意個人安全之外 亦都勸了店鋪不要開門做生意,避免受到破壞 朝早十點多,原先很熱鬧的市中心街道,現在變得很冷清 大部份店鋪都不敢開門做生意,只有少數人說為了生活冒險開門 他們都相信,拉薩市很快會恢復正常 甘肅夏河過兩天,撞民是示威的,和北京的王衛環聊 王衛環說,出席兩會的甘肅官員,有沒有對事件定性? 是,波瑞實甘肅省省長徐守成,今天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 他今早就跟記者說,承認甘肅夏河市曾經發生騷亂 主要是由一班少數的藏毒分子發起,但現在已經處理好了 武警正在當地維持秩序 正在北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甘肅省省長徐守成說 藏毒勢力在拉薩開始一直蔓延至其他省市的藏區 這次從拉薩所發生的打、炸、搶、燒 是軍外的戰鬥分離勢力,有計劃、有預謀的一起撤動 而且不僅對拉薩、對其他的藏區,在之前都有一些滲透 因此拉薩有了一點動作,其他的藏區也就遙向赴影 他認為事件是有組織有預謀的,由境外達賴勢力 滲透進行破壞,當局正在調查中 而武警則在當地維持秩序,情況已受到一定控制 武警甘肅總隊總隊長佐中國對事件反應比較低調 不肯作任何回應 而武警部隊認為外界不應該形容中國鎮壓掃亂 據了解,外加報徵和有關的國家解釋事件 除了守勝華,在夏河市的騷亂不像拉薩般混亂 他們是有一套應變措施,維護社會穩定和民眾的安全 在這裏報導是這麼多,監備香港的新聞部 有請,而甘肅過去兩天的喇嘛示威 造成政府建築物受到破壞,20個人被捕 與樂名講下 有示威民眾被警員帶走 當局派出大批警員加強戒備 動建築物受到破壞 政府大樓亦被波及 在星期五開始,甘肅夏河縣有幾百名拉薄寧子的喇嘛上街示威 到了星期六,紙外再聚集幾百名喇嘛 有人四處破壞,攻擊政府建築物 黨局出動防暴警察發射催淚彈驅散人群 當地宗教事務局證實曾經有示威發生 但否認拉過任何人 又說示威的都不是夏河縣的喇嘛 已經要求他們離開 甘肅有不少藏族人,他們都信奉藏傳佛教 拉薄寧子建於清朝,是皇教六大寺之一 亞洲電視記者,娛樂名報導 我們的記者歐智良,今天下午就嘗試去到甘肅夏河 不過中途就被警察自住了 阿良,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是的,Simon,我們今天下午由蘭州出發 沿著高速公路打算進入夏河 頭三百公里一路都很暢順的 但距離夏河,大約二百公里一個叫臨下的地方 情況一指不同 我們和幾個香港的傳媒是一個路障被警察截停了 他們要求我們出示身份證 當他們知道我們是來自香港的時候 就停止我們前進 說只是當地人才可以通過 還勸我們回到蘭州市中心 當我們問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去夏河的時候 他們就說警方在前面做事 但又沒有透露究竟所做的是什麼 我們回到蘭州途中就見到 開始有警察截止路障 而在我們下塔酒店有些職員就說 今天有兩個旅行團也都遇到同樣的情況被打回頭 我在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回香港新聞部 謝謝歐志良 賴薩的蘇聯當局說有10個人死亡 流亡印度的西藏組織就聲稱最少80人死亡 賴薩市長說局勢已經回復穩定 當地沒有實施戒嚴 吳慧斯報導 中央電視台再播出拉撒暴亂的片段 引述目擊者說 星期五下午1點10分左右 騷亂分子手持木棍和刀 首先在小超寺附近搗亂 並與警察衝突 之後暴徒在大超寺附近的兩條主要街道 縱火燒為商店和進行搶掠 很多騷亂分子還揹著背囊 裡面裝滿石頭和異言物品 顯然是有備而來 蓄意搞破壞 有目擊者說 暴徒又襲擊路人 連婦女和小朋友都不放過 造成多人死傷 西藏自市區當局立即組成指揮中心 調派警察控制局勢 驅散支持分子 救出580多個被暴徒圍困的人 當眾包括三名日本留客 還有兩間中小學的私生 死傷者當中並沒有外國人 只是北京出席人大會議的拉薩市長強調 局勢已經回復穩定 並沒有實施戒嚴 西藏自治區政府表示 有足夠的證據顯示 蘇聯是由達賴集團策劃 當局會在保安和宣傳兩方面 消除分裂勢力的影響 亞洲電視記者 吳韋斯報道 多個國家都有狀人示威 美國紐約的示威演變成衝突 陳婉勇報導 紐約連續第二日有示威 警方試圖阻止但不成功 長延失控 有示威者向中國駐紐約領事館 凍雜物領事館的波納碎裂 部分人受傷 警員最後合力制服示威者 當場抓了幾個人 示威者指責中國政府侵犯人權 要求杯葛北京奧運 在澳洲墨爾本 二百多個示威者 到中國領事館門外 聲援西藏示威者 有人企圖爬入市館被警方阻止 而一批計劃由印度步行去西藏的僧侶 其中一百人一度被警方扣留 他們之後繼續行程 亞洲電視記者陳婉勇報導 而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忠指 目前沒有香港旅行團在西藏 亦沒有收到港人扣助 未來兩個星期 有三個旅行團原定去西藏 但未知是否會如期出發 初步知道旅行社 初步他們是想取消的 三二十個團 但有些旅客說 他們的假期都拿完了 又很想去西藏 他們就希望旅行團繼續行 但現在最重要 我們要看到 比如國家旅遊局有甚麼指示給我們 我們才能夠作出安排 或者團應否繼續照行程去 或者需要延遲 這樣就安排了 有多少人 二十會我暫時收到一個旅行團 大概十多人 接下來二十六、二十八都有 我們要看看情況如何作出決定 有一個主意 有一個準確的 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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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事實體 製造成 四十五年 了 有 二十五年 他們 有事實體 有個非常正確 一遍 零 新年代的年轻人,现在来的 他们在现在的同性 优优独的同性 同性的同性 所以, ultimately 中国政府的认为 政治和政策 并不看在实现 以及公共识 他们会完全感受到 他们已经在这些人 所以他们可以控制 They can control, but they cannot control the human mind. More suppression, more military occupation or more military suppression, more resentment. Many Tibetan exile groups are now talking about a boycott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You've always been very clear that you believe China should have the chance to host the Olympics. Have the events of the last few days caused you to rethink in any way? No, I still feel that. In the meantime I always say, as it reminds people, in order to be a good host in certain things must improve. Now this incident in the Tibetan area not only in the autonomous region 但也有另一方面的地方 我认为是非常坦誉,非常坦誉,非常坦誉的 对中国的影响 The Dalai Lama speaking to Chris Morris Well, we can speak to Chris now who joins us on the phone from the Dalai Lama's temple in Dharamsala in northern India Chris, just turning to your last question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be surpri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Dalai Lama is not advocating a boycott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Well, it's a position he's held consistently and as you heard the events of the past week have not persuaded him to change his mind I think he's always felt this was a year in which China could be put under pressure to change for the better and I think he decided some time ago that he would take what he calls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he calls for autonomy rather than independence but as you heard there it's clear that he believed there is a new generation both in Tibet and outside Tibet in the exile community who are perhaps more impatient than he is and are willing to take matters into their own hands he's just finished giving a press conference here at his temple and one thing he did point out he said, of course I feel a little helpless he said the clock is ticking towards that Chinese deadline of midnight on Monday when they say all protesters must surrender I'm very worried, very anxious he said and how does he feel about the accusations by the Chinese that he is masterminding these protests as a separatist movement against China I think he feel he's heard it all before it's probably what he would expect them to say they always describe him as a splittist or a separatist they use the word splittist so it probably doesn't surprise him but that's why he said you know we ask them to come and talk to us we're open for discussion but at the moment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we've been having some more details from some of his close aides about the confirmed deaths which they have been reporting they're talking about, for example, 26 bodies which they say were recovered outside a prison on the outskirts of Lhasa yesterday at a place called Drabchi and also according to the Dalai Lama's aides unconfirmed reports that more monks have been killed today in one place six months they say killed in Qinghai province at a place called Kirti monastery okay Chris Morris joining us on the phone from the Dalai Lama's temple there in Dharamshala in northern India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in France, Nicolas Sarkozy's party is braced for possible losses as voting begin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local elections today the left could win control of two of the right's flagship cities of Marseille and Toulouse correspondents say Monsieur Sarkozy's popularity has fallen sharply due to the French economy and voters distaste for his personal life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ays it'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supply food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the northern Sudanese region of Darfur because of the deteriorating security situation there a senior WFP official told the BBC that more than 50 trucks carrying food supplies had been